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日早上,巴甲將上演一場 傅明尼斯駐場迎戰巴勒納體育會的賽事 上榜近期各看賽事的表現都呈現上升之勢 今次交鋒可謂勢坤力敵 相信打和會是今仗最有可能的結果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傅明尼斯曾在2012年奪得過巴甲冠軍 不過那次之後,球隊戰績就再沒有達到此半高度 甚至於還有個差點降班的經歷 過去9個賽季,他們最好成績感為第5,最差第15 有6個賽季排在積分榜中下游位置 可見目前傅明尼斯已經淪落唯一之平族之師 那麼貴傅明尼斯的開局表現也相當一般 前五輪巴甲他們只錄得一勝兩和兩虎 雖然老將金數獨進兩球 但是五將過後,球隊的得失球比也僅為4比5 不過傅明尼斯近其狀態有所回憶 包括巴西杯和南美球會杯賽事在內 傅明尼斯近三將各項賽事錄得兩勝一和 總共攻入五球而僅失兩球 其中打和的歌場對手還係上季排在前三甲 以及2018年的巴甲冠軍得主彭美拉斯 可以看到傅明尼斯近期攻防兩方面的演出都有所提升 近將在坐鎮主場的情況下 近況不容的傅明尼斯有望保和真盛 而巴拉納體育會的實力在巴甲來說並不算出眾 或者頂多算中游篇下 畢竟在傅明尼斯奪冠的那個賽季 他們說是踢巴羽 雖然升班後巴拉納體育會的表現交足功課 但是過去三季他們每放月下都是不申請的事實 從2019賽季的第五名到前季的第九 再到上季的第十五名 今季巴拉納體育會既已兩年拜開局 尤其是開羅戰以0比4慘敗在聖保羅腳下更令球迷失望 幸好隨著賽程的深入 巴拉納體育會的表現都漸漸有好轉 他們不但近三籠巴甲取勝兩場 而且加上巴西杯的賽事在內 球隊已經是兩年勝在首 但不得不提的是 巴拉納體育會的作客演出仍然不堪入目 繼上季作客負率接近六成後 今季前兩次作客出戰全部落敗的同時 得失球比近為0比5 如果算上南美自由杯賽事 巴拉納體育會近三次出戰坤殺雨移歸 攻擊方面一球不入的同時 幾隊城門共被對手動穿七次 本輪走訪更放回湧的傅明尼斯 巴拉納體育會要在能夠拿到一分已經心滿意足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是安國足球快信 多謝你的贊同支持 中文字幕作為成功